为什么现在的素描 它能够将一个漂亮的姑娘 画成一个大妈 而很少见像这样去画呢 陈澄清老实讲 他看见口前的素描 他就想死 他宁可不会画画 那素描究竟应该如何学呢 要搞懂这些问题 我们必须清楚地知道 国内的素描是怎么来的 如果搞不清楚方向 我们很多同学花了大量的时间 还是感觉画面很难看 迟迟不能进步 中国的素描呢 实际上更多的是向苏联学习 而苏联呢 其实也是向欧洲去进行引进的 但是在国内素描 它走着走着 它就走偏了 在应试教育的背景下 学习们更多的关心的是分数 而不是如何画好画 像这样画出来的东西呢 就特别像用机器去炒菜 它能吃 但是它绝不好吃 所有画的这些东西 就感觉长了流子一样 你要说这是以小部分人 出现的一种风格 咱们可以认为这是个性 但是呢 全国统一都是这样的搞法 这就有点离谱了 苏派它虽然强调结构 但是它也会特别的注意画面的感受 并且呢会不断的去进化 所以在欧派的一个基础上 它能长出自己的花 而国内很遗憾 还没有形成自己的素描观 到这里 肯定就会有同学问了 既然苏派不能学习 那我们就直接跑它抛弃好了 不学了 那直接转向欧派不就行了吗 事实上啊 美术生上了大学之后呢 很多同学会直接转到欧派 会把考前训练的那一套呢 直接扔掉 我记得当年在美院的教授 在聊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他自己呢更倾向于欧派的 像目前的欧洲的 意大利 佛罗伦萨的美术学院 到目前呢 还进一层的 完整的 欧派的这一套教学体系 他会更多的表现出来 自然的真实感 我们可以把它定义为写实派 那我们很多同学转向欧派呢 又会发现 他只能凭他感受去画画 感受到了什么 就照着去画 那就变成了直接去抄颜色 所以画出来的画面呢 就会显得很平 要不呢 就会很糊 对吧 他没有那种真实感 跟真正的欧派的这一类作品一比呀 就感觉呢 被甩了好几条街 那素描究竟应该如何去学习呢 上屏今天好好地跟大家来讲解和示范 给你们大家看两个小色图 左边这个就是典型的书派的风格 右边这个是欧派风格 一个是光影效果更强 一个是形体的这种结构感更强 那现在比较常见的是去进行考试的 这些学生们的作品 大概就是这种 你会发现也是在强调结构 但是有一个点就是比较弱化 对真实的这种感受 我一直说这个开玩笑讲 这就是变形金刚 一苹果要长这样 你那牙不能磕掉吗 你敢吃啊 再来看一下右侧这个 这是我们现在更多的人上了大学之后 更倾向去画的 这个是佛罗伦萨的 属于欧派的这一类 那国内的这些个 我觉得做得很好的 就是中央美术学院 因为央美一派 有从苏派学的 也从法国回来的 后面综合完之后 形成了一个非常完整的 对形体的交代 严谨的同时 且注重了感受的这种真实 其中以欧洪老师的这个大位 当时说日本人 想30万买他的这个作品 这是大学的一张习作 人家中央美院不卖 这个经典 这个后面不会再有这么经典的 至少很难超越吧 我们以这个小的白色花瓶 给大家做一个讲解 这个家伙应该怎么去画呢 我们对于光影的理解呢 刚开始一上来 是可以直接照着他画面的效果 去进行这个对照的抄袭的 但是这也恰恰是我们非常多的 初学同学 仅能够做到的一个步骤 你画这样还不行对吧 那我就直接再从上面去 把背景也加上 这些步骤都是OK的 也没毛病 然后呢 没有然后了 我就开始怎么着 从上面开始去抄袭 看见上面这些小的 残破的地方 我就开始花心思 在这个里面去搞了 这些地方稍微有一点点 我要加上 这个边边上面也有一点点 就这么加上 这就开始慢慢抄袭了 如果我们对欧派的理解 仅限于对光影的 简单的抄袭和理解 那就是太浅显了 或者说只是学到了皮毛 欧派的学习里边 实际上也是讲结构和体积的 所以苏派是发展了欧派 在结构体积的强化的技术上 形成了自己的民族之花 看起来就更像自己这种 战斗民族的风格 我给你们看一个案例 这两张图 你看一下 这是欧派的典型的表现风格 你从左边和右边看见 左边在进行的起行的这个状态之下 怎么看得那么像书派里头去那么强调 结构的一种表现方法呢 对吧 没错 这就是关键中的关键 我们很多同学看不见这个 直接照着这种效果 抄袭它后面的这个 所以就会导致我们的东西看起来怎么样 显得简单 显得太平 对不对 你只剩下这种的去抄袭 看到啥就画啥 缺少了明确的去进行形体的这种转折 空间上面的这种安排 这些东西在我们所学的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经常把它叫做结构素描 核心的一个点在于 是明明确确的去研究了结构 方向上面的一个与光接触的角度之后 所产生的主动处理的能力 我们很多同学如果学不到这个点 那么就只能去抄袭 那怎么弄呢 我们先看到的这个小罐呢 咱先都不去给它做任何的这种的光影 你从一个只通过线条 就把它这种体积形体感给它做出来 所以你看我把这个慢慢的加上这个小圈 一般是从哪些地方去加这个圈呢 从一个物体有转折提示的一个地方 比方这些位置啊 我加上 你会感觉到这是一个顶面 对不对 肚子和顶面相接触的地方 到下面又变成了肚子朝下的这个面 所以你会看见这是横向的一个结构 那你再看纵向的 实际上就非常的明确 它这个轮廓长这样对吧 你看好 右侧是对称着的 所以我也照样的给到这个结构 好这么着画完 再来一两根啊 怎么画的像一地雷呢 是有些人对这个不理解的话 越画越像一地雷 我在画这些结构的时候 你们是否看到了一个细节啊 中间我会留宽一些 左右两边会留窄一点点 这是什么 这个指的就是形体它有一个在空间里边去变形压缩的变短的一个关系 就比方讲如果我画上了这些线 我给大家看一下就知道了 你看我举了一个很简单让大家能理解的案例啊 你看这个是不是看起来它们都是一样宽的 当它在一个圆形上面的时候 我把它合上 你自己看 是不是左右两边显得就窄一些了 你看见了没有 它这些距离是不是看起来就更窄一些了 如果再往边上走的话那就会更窄 对不对 所有这些转折提示的这些线最终都会变成我们光落到物体上面来进行这些灰色的亮灰面 我们不敢画的地方都有了勇气去进行颜色的补充 如果听不懂的话 上屏画给大家看啊 这真的是非常多的同学能从一个兴趣爱好者变成真正进入到这个专业的一个入口 所以一定要认真听啊 我们先来处理左右两侧 你看你看见了什么呢 它产生了一个往左边的体积 右侧一样啊 这个地方不能画的过分宽 原因很简单 就是因为它有透视压缩往边上跑 理解吧 左右的这个脖子这一片很明确能够看得见它会更重一些 所以你看见我把这个颜色压完之后你马上感觉到这个脖子就圆润了 如果我们就凭眼睛去看这个抄袭的这个效果 真的有时候我们没有那么灵也看不那么准 但是如果你伴随着对这个事情的结构的一个学习啊 欧派给我们提供了什么 提供了这些很严谨的对形体对空间理解上面的一种加强 实际上就是对形体解剖有严格的研究完之后的一个结果 好你看啊 首先有这么一个顶面还有这么一个肚子的一个面 光从上面来使得我们现有看见的这个颜色呢 这个光是从顶上照下来的 我们可以明确感觉到顶面这个地方略灰一点点 下面这个地方略灰一点点 就中间这个灰略亮 那我们去做它的时候也可以照着这种的去给它做一下加强 你看这个看起来它就又有细节又有体积感 看到没有 好再往左右两侧进一步的去画的时候 它可以可以适当的加一个灰色的层次 你看吧鼓起来了 是这样吗当我把这个背景再进一步的加重的时候 这个小白瓷马上就会变得更加的亮 你现在可以看啊我只加重了左边 它整个的一个白瓷感开始变得接近于真实的那个画面的一个感受 实际上你看如果我们只是按照第一步的抄袭 你没办法再往下继续 你就光抄袭这个事情是行不通的一定要有形体上面的主动加强的理解才可以在这个屏的纸上最终画出来既有空间又有质感又表现了非常真实感受的一个画面 如果大家我平时为了强化结构甚至是上面为了去强调它这种转折还特意的去排出来这种的像考古古木派一样的这种纹理 所有东西都感觉就是感觉那个西瓜被切了皮一样就一片一片的时间久了你也会吐的 通过以上的介绍相信大家对欧派和素派都有了一定的了解 那我们到底应该如何去学习素描呢 每一个人的情况其实还是有一些不一样 年龄小的从六岁到八岁这个期间 当然也包含了八岁往上走的十岁 这个呢主要是由各位宝爸宝妈们给孩子们去选择学校 他们会发现呢各个地方没有很好的教育师资 很多地方的画室呢更多的老师是一般的学校毕业之后回去养家糊口 办了一个小的美术的一个画室 家长们的希望孩子能够有一个更好的更系统的教学资源给到他们 那第二类呢是为了我们的美术考试而准备能力的各位同学 因为国家现在从2023年将美术高考进行了调整 从之前只要靠领摩靠背诵 靠我们领考前的那几个月加强记忆就可以去考试 上了一个好学校 现在变成了写生默写和凭空创作 你心想一下就临时几个月 要孩子们死记硬被去画一个人像 最后靠个人像就上了大学的 这多少有一点不尊重这个美术学科吗 对吧这是从上面的层面我们对这个事情的一个改革 一线教育工作者教美术的各位老师 因为他自己过往2023年之前长达十几年的都是硬式教育 机械式的产品复制化的这种教育的模型培养出来的能力 是不足以来应对现在的一个考试要求的 对于老师们而言 我相信大家我心里肯定非常的明白 最难的点在教研 如何使学生们在短时间里面能够去将能力快速的提升上去 OK那紧接着往下的呢 就是工作里头需要美术能力或者叫美术基础的这一波同学 大家会发现投到工作突然间做了与美术相关的 或者想转岗进入到美术行业的 而过往又没有学过美术的 这个事情就很尴尬 尤其在这么卷的情况之下 我们面向的对手可是各个专业的美术院校毕业的 所以你得把他们之前学过的学科 我们没有学过的给它补上来 其中就包含了设计师插发师 还有我们的这个电影调色师 还有园林建筑的 还有理发的 还有文身的 最后的一波就是我们的广大的兴趣爱好者 从年龄小的十来岁到七八十岁的 叔叔阿姨爷爷奶奶辈 大家伙过往有一个最大的困惑是 我从小喜欢画画 家里面可能不支持 我长大了又有工作要照顾家庭 没有时间学 他愿意花很多的时间为这个事情去付出 对吧 我会发现我投入这么多回报很少 因为画面画的效果不如人意 那很多同学甚至会开始变得很消极 会觉得自己没有天赋 甚至把画剧重新的搁置起来 再也不碰 跟他吃灰呢 其实我们并不是不想去做好这个事情 甚至是并不是像很多同学讲的 我没有时间学怎么办 我这个怕自己学不来怎么办 更多的都是因为 你画的东西没有时刻给我们正反馈 你对我们画的东西不好看 那这个点实际上是需要一个老师来跟进你 现在去进行练习的东西 是否看是否匹配你的能力 对吧 同时来根据你的画面 告诉你哪些地方该坚持 哪些地方该改正 如果你是其中的一类同学 请你大胆的放心的来进行学习 我接下去呢会详细的介绍一下 我整个的教研的安排 第一个班次呢 叫做基础常识规律班 指的是素描学科 作为一切美术的基础 需要完成掌握的一些知识 分为三个模块给大家构成 在我们的工具片里面 会为大家带来最基本的工具详解 以及线条练习的方式 我们画线条 怎么才能够两头青中线重啊 怎么样才能画出来细腻的颜色块啊 它以及如何练完了线条之后 可以帮助我们去起行上色 以及做精细塑造呢 这个里面都有完整的讲解 好学完了这个之后 画东西就一定要干什么 把它的形给它画准 我们把它称之为造型片 造型片里面就有一个重点 叫做形的四个核心点 它分别是形的位置 形的形状 形的大小 以及形的深浅 这些东西听起来呢 会使我们大家伙有些迷糊 实际上大家不用担心啊 我们在给大家进行手把手 训练的这个讲解的过程里边 最方便快捷的 让我们获得把形抓准的能力 接下去的第三个篇章 叫深入完成篇 大家都知道 我们去做任何一个事情 一定是有开始 中间再到结束 那么做画也是一样的 它绝对不是说我看一什么 我马上就会给它 在画面里面一挥了 所以每一步该做到什么程度 什么节点可以进入到下一步 这是我们非常多同学 模糊的 为什么东窜一下 西画一下 画面最后给人感觉不完成 实际上是作画的步骤不清晰 而影响的一个结果 所以作画步骤要放在第一位学习 那紧接着就是 我们画面的一些基本的 视觉效果的一些处理技巧 称之为主次的一些取舍 那么有了主次之后 那肯定还要去处理 它们之间的关系啊 所以才会有了一些画面 视觉效果 另外的一个叫做强弱关系 以及虚实关系 那么在这一篇里面 都会完整给大家进行补充 有了以上的三个的学习 那么我们就可以做到 对画面进行原理性的 规律化的了解的同时 最终呢能够获得一个独立 写生的一个能力 是不是很酷啊 这还只是基础常识规律版 哎呀我有很丰富的情感 需要去表达就会来到我们关键的第二个阶段 叫做能力进阶提升班 在进阶的组合场景班里面 我们重点要学习的是什么呢 叫全质感学习 第一呢就是细腻质感 如玻璃啊不锈钢啊 以及光滑的一些个表面的一些物体 应该如何去表现 以及我们粗糙的如木头啊 石头啊 还有一些个沙地啊 应该如何去表现 那么第二个我们把它称之为构图 而这里边有非常多的技巧 大家常听到的什么三角形构图 平形构图 S形构图 对称形构图 矩阵式构图 它都分别会对应着不同的画面的效果 我们再进入下面一个阶段的学习 叫做画面的色调 这里边特别好玩 因为它可以去讲故事了 帮助我们表达出来准确的一些情感 紧接着再往下的就是动态的学习 它的在空间里面这种朝向 这是第一个要研究的 比如说我这个头 我往上是不是就朝上了 往左 它是不是就整个脸就冲这边了 往下 它是不是就朝第一处了 第二个呢 还是以我这个头和我这个脖子和我这个胸腔来做比较 你会发现我这个头这么倒着的 它与脖子的这个圆柱形和我这个椭圆形 它们之间是不是会有一个构成啊 它们独立的又会有自己的朝向啊 你会发现这个事情就变复杂了对吧 所以以上呢将是我们的进阶组合场景班去进行学习的 就会相比基础常识的这个能力而言 就上升了很大的一个台阶 因为你对更复杂的一些关系能够去完整的控制了 第二个阶段我们能力已经解锁完了 我们单独的把它设定的课程班次叫做高阶人像班 那这个班次为什么要单独拿出来呢 为什么不是一上来就要让大家去学呢 这个不对啊 上评我就是喜欢画人呢 我应该一上来就画人呢 对吧 可是大家会有没有发现呢 我们在画人的过程里边心是好的 我就想把它画漂亮把它画帅 可是人家画可不答应啊 说句玩笑话画出来那就是成了歪瓜裂枣 甚至是画得跟鬼一样 你别笑 在我们整个的美术生学习的生涯里面 人像一定是放在最后的 它有一定的道理 那么学习人像啊 这边分了三个章节 第一个形体解剖结构 大家我一定有过这样的体验 我们画人物的时候就是照着人物描下来 画个鼻子眼睛嘴 最后去拼凑出来 哎有点像了 或者说画得不像了 可是你自己心里没把握 对吧 那真正作为美术生 或者作为画画的人 该去学的东西是什么 你先别说五官啊这些 先都不管 先管的是它这种情皮体积 我们会把人物的人头 给它模拟成一个椭圆形 并且呢把它定义成为大形体 那再往下的再进一步的去学习 像额头啊脸上啊 各个朝向的这种的中形体 那紧接着往下的再才是五官 当然包含了你不要去学习的 头骨的结构 肌肉的这些个结构 以及脸部的微表情的这些个变化 好 那这个学完马上进入到下一个 就是形体动态 我们把它理解为形体的朝向 以及形体连接之后的运动的方向感 那以上这两个章节 是对人物的最基础常识的一个学习 他还不进入到一个具体 把人画得特别的像他 还需要去补充一个章节 肖像特征 肖像特征 首先要区分的就是男和女 那么紧接着就是年龄段 我们幼 轻 中 老 分别所带来的这些个特征感是什么 对不对 我们的头部的这些骨骼变化 肌肉变化会是什么样的情况 这些都要去研究 那紧接着就是他的穿戴 当你补充完之后 它就会变成了一个活生生的一个人的感觉 好了 以上就是整个上屏教学的一个完整的体系 当然它相应的 一个章节需要去针对展开的一些细节点 在整个的YP系统班次里面 会有更详尽的讲解和示范 如果你正在学习素描 并且也遇到了和我们同学们常见的这些问题 现在有一些进步不了 那么上屏在这边向大家发出橙子的邀请 咱们YP班不见不散